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条雪白的玉龙和一只美丽的精英 一个飞翔在空中 另一个畅游在河里 一天 他们来到一个奇异的岛上 发现了一个闪亮的鹅卵石 并被它的美丽所打动 看这鹅卵石多美啊 我们把它变成珍珠吧 精英同意了 他们立即开始行动 玉龙用它的利爪 精英用它的嘴 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 越复一越的凿啊凿啊 终于有一天 把鹅卵石变成了夺目的珍珠 他们变得如此亲密 而且对珍珠的感情与日俱增 最终 他们在这个岛上定居下来 守护珍珠 这是一个神奇的珍珠 无论它的光照到什么地方 花也开了 树也变绿了 庄稼也丰收了 一天 天庭里的王母娘娘看到了珍珠 发出的光芒 被这种光芒震住了 她想占有它 她趁玉龙和精英熟睡的时候 派卫兵偷走了珍珠 当卫兵把珍珠 称给王母娘娘的时候 她欣喜落狂 她没把珍珠给任何人看 而是立即把它藏到 深宫的珠宝盒里 羽龙和精英醒来的时候 发现珍珠不见了 她们翻江倒海 竭尽全力地寻找 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她们发誓 要继续夜以继日地寻找 直到找到她们钟爱的珍珠 王母娘娘生日那天 所有的天神都来为她祝寿 王母娘娘很高兴 说 我要给你们看一件宝贝 天上地下都找不到 她打开宝盒 取出珍珠 自豪地把它放在宫殿当中 客人们都被她的光芒震住了 聚过来欣赏 地下 羽龙和精英 继续他们无果地寻找 就在这时 他们被珍珠的光芒射到了 他们朝光芒飞去 当他们到达女王宫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聚在珍珠四周 正在赞美她 推开人群 羽龙和精英大声朗起来 这是我们的珍珠 王母娘娘非常生气 厉声道 胡说八道 所有天堂的宝贝都是我的 羽龙和精英被激怒了 他们说 天堂不生产珍珠 它也不长在地上 它是我们辛苦开凿的结果 又羞又恼 王母娘娘紧紧地抱着珍珠 命令士兵 把羽龙和精英 啄出宫殿 但是 他们又打回来 执意要把珍珠抢回去 三个人用尽全力地 抢夺珍珠 扭打中 珍珠掉了下去 羽龙和精英 冲出宫殿 试图阻止珍珠摔成碎片 但是 珍珠下落得太快 它一触到地面 就立即变成了美丽的银河 羽龙和精英 再也不忍心和它分开 因此 它们变成两座山 守护在它身边 从那以后 羽龙山和精英山 静静地守护着 美丽的银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们已经散开了 词原作词 systems